這邊如果一階段的話 就是複製公式 前面反正都是很瑣碎的動作 那再把那個 你要貼上的位置 要看準再把它貼上去 F2 我已經做到F2了 F2就把它選取之後 把F2的公式貼過來 貼過來 然後再來最後就是G G2的地方 也是這樣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按取消 再到這個公式上面把它貼上去 把它貼上去 那這樣的話 最後結果 記得還要再把它往下填滿 往下填滿 往下填滿 往下填滿的話需要一點時間 因為這裡有時候填滿它要填滿 這個總共700一筆資料 點兩下之後它會自動填滿 可是大概需要等個幾秒鐘 那跟你的那個電腦的 CPU速度很有關係 運算的速度 不過現在還好 我們現在的電腦的速度都還算快 所以等的時間都還 不會算太久 那你可以可想而知 這700筆都這樣子 如果7萬筆的話 我看你光做一個動作 可能就等非常久 那最後的話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把B到G欄 刪除的話 如果你刪除之後呢 不會產生錯誤 比如說把它刪除之後的話 假設說刪掉之後呢 就等於是變一階段了 如果你刪掉之後呢 可以看到最後呢 結果沒有改變的話 那表示你一階段的部分是完成的 剛剛是兩階段有沒有 現在要把它改成一階段 現在要把它改成一階段 這邊哪裡有錯呢 因為它上面 講 你那B1 B2 B3 B4 哦 對對對 B1的部分 所以如果是這個 假設說你要改的話 就變成說 這樣子啦 然後 只要有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要把它改成 C1的話就要把它改成 這樣子 變成說 把上面的那個文字 直接要放到這裡面來 放到這裡面 然後就是如果是一個點的話 你就自己要打一個點 那B1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把它取代掉了 這樣的話呢 就是最後我們要的啦 那如果你上面刪掉的話 才不會產生問題 一樣 只要是B1的部分有沒有 變成要直接這樣 雙引號點 就不會有問題 雙引號點 那這邊的話呢 B1也是這樣 雙引號點 然後再一個雙引號結束 只要有1的 B1 C1也是一樣 然後這個C1 C1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要把它改成那個 雙引號 中瓜弧 E 中瓜弧 雙引號 按打勾 打勾 打勾之後呢 再來就是D1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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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 D1 D2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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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记得前后加双以后 因为它是一个字串 如果你没有加一个字串符号的话 就会产生错误 所以这样做出来 你会发现复杂度会增加很多 但是这个也是锻炼你那个 怎么样在很复杂的公式里面 也能够得到最后的正确结果 因为这个函数有时候越写一定会越复杂 不可能越写越简单 G的话是一个句号 F是4 这边贴上4 那只要是1的话就把它改一下 那改完之后 没问题一样点两下 填满自动填满 那这样自动填满之后 我想原则上 把B到G栏删掉 也都还不会有问题 就是一阶段的做法 一阶段的做法 你们尝试看看 一阶段的做法 其实满度还蛮高的 最后的话我把B到G栏选取之后按删除 删除之后呢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那应该就会保留住 就会保留住了 OK那删除掉之后 OK那看到的结果就会是这个部分的话有没有就不会有什么这个跟没有删除是一样的 那这个就是所谓一阶段的做法 一阶段的做法 那这部分的话呢就看个人 原则上当然初期还是会倾向用两阶段来做会比较不会产生问题 那再来其实你如果两阶段做完之后 你可以尝试看看用一阶段 看有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结果